文昌劃季它會更清楚的是呈現在文書合約上面 所以在這個月份 如果你有要跟人打合約 我們都要注意說我這個合約在簽訂的時候 要異常的小心 大家好 有網友留言 這件衣服 人要吃屎是人的問題不是屎的問題 這超級符合今年的狀況 也符合這個月的狀況 我們的官網上面有賣 然後還有其他的樣式 為什麼超級符合今年的狀況呢 一個貪婪化劑跟破均化路的年代 他如果在碰到這種心情跟情緒上的問題的時候 往往你就會發現有一些人 他會去做出一些他自以為聰明 那其實非常破格 是讓自己越來越糟糕的事情 我們在7月份的時候告訴大家說 7月因為那個天象化劑 我們就不要再佔天象化劑的問題了 7月因為那個天象化劑 所以很多規則會被破壞掉 很多情況會不如原本想像 但天象化劑 那個規則破壞有可能是因為我想要有更好的情況 也有可能是因為我為了我的私心 然後去破壞了本來就該有的規則 如果是因為自己的私心而破壞 原本就該有的規則 那狀況就會越來越糟 那如果是因為我希望有更好的未來 其實就會是一個打破了規則 然後讓前途會越來越好的狀況 所以在上個月 就那個農曆7月 其實是今年的整齡度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 跟它是太陽化路 天象化劑 斗數裡面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就是 我們講過很多次的就是 露水祭奏 我所空缺而產生出來的動力 我會需要用那個化路來去补倉 而太陽化路指的是 我們要去做一個很正向而光明的事情 看得出來就是為了自己的私利 謾罵 譬如說那個要救我救命 但是他在台灣逃漏水 說為了要居住正義 但是他自己是保足工 然後為了說要藍綠一樣爛 那他要變得不一樣 但實際上他的團隊裡面全部收編了一些 有黑大背景的 有重大行事背景的 或者是一些根本就是藍綠都受不了的 這種有問題的這種政治人物的大集合 這樣叫做藍綠一樣爛 那所以我要不一樣 那不一樣就是你把更爛的收編到這邊爛 各式各樣的這種 那種為了私利而去創造出來的狀況 我們都在7月份看得到 這些人的民調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這個就完全符合提供化期的狀況 緊接著到了8月份 規則被破壞之後 後面就是那個斗樹裡面 著名的官非的跡象 文昌化期 破壞的規則 接下來就是各種各種官非會出現 那當然我們就看得到說 譬如說那個新竹市長 這個湯湯湯 就9年前在發生中 那到進到了8月之後呢 其實在上個月就有告訴大家了 我們就實際上 實際上農曆8月要到9月15號才會進來 那所以我們在上一個影片已經告訴大家了 今年的那個農曆7月 事實上是一個比較不平穩的不平安的月份 即便是我們不斷的呼籲說 農曆7月事實上那個不用去想這些鬼怪的問題 但是呢 今年農曆7月相對不平穩 原因就是因為啊 它天降化劑緊接著文昌化劑 而且這個文昌化劑呢 它是跟隨著昌跟曲在一起的 它是文曲化科的文昌化劑 所以呢 在這個月份裡面啊 相對的 之前影片我們已經跟大家說了 如果你身邊有這種可能他 我們知道他可能有潛在憂鬱或是躁鬱的 或是他潛在可能有些經濟方面的問題的 或是他有一些人生的困境的人 你雖然不知道他是否有餘或躁鬱 那這個時候我多關心這些朋友 因為在這個月份呢 它會處在於這一種啊 感性的層面爆發因為文曲化科 但是理性的層面呢 卻不斷的覺得自己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空缺的文曲化劑 我想要可以更好 我希望我可以有更好的方法 我希望可以狀況更如我的預期 但是呢 我又處在文曲化科 我的情感上面呢 我又很希望會被看見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往往的啊 如果他本身就已經是這種 譬如說 腹肌線長曲同工的長曲對拱的 或者是命牽線長曲同工長曲對拱的 福德工長曲同工長曲對拱的 所以我覺得這幾個情況 他很容易啊 就會在這個月份裡面 會覺得自己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如果再搭配上 他如果當下真的運勢很差的話 可能他就會去做一些 會去傷害自己或是一些不太對的事情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給予他夠多的關心 我們一直在這樣 入水激走 去門畫路或去補文昌畫劑 所以呢 給他比較多的關懷 都跟他溝通 可以讓他平平安安的啊 去度過這個月份 這個是這個月份啊 我們所需要注意的 然後 需要關心身邊的人的 多點關懷 天氣這麼熱 然後呢 今年每一個人呢 他的財伯工都有陀螺 然後財伯工對應的就是福德工 所以 今年在這個時間點的時候 大家都會有那一種啊 怎麼覺得好像食不我魚啊 總覺得好像自己應該要做點什麼 可是我沒有辦法去為我自己的人生 真的去好好找一條路出來 那所以 這也是為什麼放大來看 你會發現啊 在這個時間點的時候 各種政治人物好笑的樣子開始出現了 反而是穩插穩打的 然後沒有攻擊別人的那些人呢 他開始慢慢慢慢慢慢 看起來好像本來支持率不高 但是慢慢慢慢得到人家的認可 台灣選舉這麼久了 即便媒體會操弄 但是說到底啊 台灣的人啊 絕大多數的在選舉的最後一刻 還是會非常冷靜去看看說 選什麼樣子對台灣最好 其他人他這麼這麼的瘋狂的演出 當然就是因為去對應了 在今年呢 在這幾個月份 我們整體的環境會讓你有某一種急迫性 某一種不知道該如何 是好 對應在個人身上的話呢 如果本身就有這樣的問題 那當然在這個月份的時候 他就會需要多關心 所以呢這一點呢 希望大家在這個月份呢 我們可以多關心身邊的人 那再來其他就是啊 如果是我們自己呢 我們自己的話 你就要注意幾件事情 如果你的文昌劃劑呢 剛好在你的命工官工財博工 同時間可能 這個工位上面的三方式證呢 還有其他殺行進來 那這個月份呢 其實你都需要擔心啊 可能自己在工作上面啊 會有一些小小的一些合約上的問題 或者是一些別人答應你了 然後本來那個房東說 10月可以搬進來 現在就要告訴你說 9月就要搬進來了 否則他房子要租給別人了 各式各樣的 本來這種規定好的事情 或者安排好的事情呢 會不會打壞掉 如果說這些星曜 是在你的什麼子女工啊 天才工啊 或者是說你的牽移工啊 那你本身有開車的 那這個月份呢 是很容易會收到交通罰單的月份 所以這個部分 開車出去都要小心 那如果是在六親工位上面 譬如說夫妻工啊 那個父母工 兄弟工 埔育工 那這些呢 也是要擔心說 會不會跟他們 因為大家的價值觀 大家希望要堅守的 這種信條規則不同 而產生一些分證上的問題 那這個是這個月份啊 我們都要注意的事情 對文昌畫技來說 天象畫技呢 是整體規則的破壞 而文昌畫技呢 它會更清楚的是呈現在文書合約上面 所以在這個月份 如果你有要跟人打合約 那要注意埔育工 如果是工作的 或者是業務上面的呢 官路工或財博工或者命工 我們都要注意說 我這個合約在簽訂的時候啊 要異常的小心 在這個月份 再來 因為巨門畫路的關係 那當然這個月份的好處就是 因為它巨門畫路 所以呢巨門在畫路的時候 坦白說放十二宮都非常的好 這就是一個善於跟人家溝通 然後呢 可以好吃好喝的一個月份 尤其當你放在六親宮位的時候 在這個月份呢 基本上啊 只要你是放在命宮或者是夫妻宮的 或者是仆義宮的 通常在這個月份呢 你自己個人啊都比較善於會跟人家溝通 所以說都說好話會在這個月份裡面呢 保你很多平安 像我們講的嘛 入水祭奏 所以呢 所有的文昌畫季呢 都要靠巨門畫路去解決 如果說你跟朋友之間啊 因為文昌畫季在埔義宮有什麼問題 文昌畫季在簽宜宮 你常因為自己的規則跟人家吵架的話 切記本月在巨門畫路 要好好把巨門畫路的特質拿出來 那再來呢 太陽畫權文曲畫科 所以呢 這邊就大環境來說 本月份 各大黨啊 到底誰要出來選 可以已經決定了 已經決定了 太陽畫圈 坦白說 今年選舉有點無聊啦 他這個月份 幾乎就可以確定 誰會當選呢 太陽是關入主 所以呢 當太陽星呢 在這個月份呢 在你命宮關入宮 財布宮 其實都是在這個月份啊 對你來講是 事業上啊 會還不錯的 即便你的太陽是落線會的位置 所以在這個這個月份來講啊 都會是在工作上有不錯發展的 如果你會希望 欸我今年呢 能夠再爭取一點什麼工作上的空間 再爭取一點什麼事業上的發展 這個月份是非常非常好的 雖然要去注意那個文昌畫技 最後一個文曲畫科 這個文曲畫科啊 坦白說他很怕跟文昌畫技 同工擺在一起 或是對工擺在一起 他可能命宮做文昌畫技 千宮做文曲畫科 這樣子往往會讓你感性跟理性 同時間你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排除掉這樣子的問題之外呢 單純就文曲畫科呢 這個也是放在十二宮相對來講 都不差的 都表示說你在對應的工位上面呢 你會有一些比較不同的想法 而且這個想法呢 是會受到人家關注跟受到 人家讚傷的 放在夫妻宮 這個月就是一個浪漫的月份 如果再加上巨門畫路的話 這個月份 除了要擔心 你老公的盤是這個樣子 他的巨門畫路 可能會得到太多女同事的稱讚 文曲畫科的浪漫 也會得到太多女同事的追捧 你除了需要擔心這個事情之外 如果說是你自己個人 夫妻宮內做巨門畫路文曲畫科 不管在工作上面 或者是在感情上面 應該都會有不錯的表現 也因此本月份 我們又可以看到有一些 演藝圈的事件會發生出來 演藝圈應該會有出現這種 演藝人員跟公司合約的問題 以及婚姻要離婚了 以及外遇被抓到了 那是8月份 我們可以期待的 在四個月就過年了 所以8月的中秋節一般來講 是開始準備打包今年的成果 然後儲備能量 然後迎向下一年度的開始 所以這是一個團員的月份 那這個月份當然因為 那個文昌畫技文曲畫科 會讓我們有一些心中的動亂跟不安 不過這個動亂跟不安 我們可以不要放在自己身上 看看那些好玩的政治人物 雖然今年選舉已經開始有點無聊了 但是我們可以看一些猴子在演戲 猴子不是只有山道上才有猴子 很多地方都有猴子 也可以轉移一下我們的心情 OK 總之啊 希望大家8月份呢 好好的烤肉 然後開心的享受烤肉 跟說好聽話給身邊的人聽 想想明年你有什麼樣新的目標 然後今年現在就會開始立定計畫了 謝謝大家 我知道 謝謝大家 沒有人 你 filmed 我對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